應該會有選擇最少避開一些風雲 最近還算是有利好消息 或者在基本上都可以 短線少許可以留意太平洋航運 2343 長話短說最主要看乾散貨的需求繼續持續 就算疫情港口繼續擠塞 對於運費也會繼續有支撐 就算當經濟重啟的時候 大家對於工業上的需求 鐵礦石、基建、農產品等方面 還有一個頗強的需求 也會支撐乾散貨船隊的航運需求 還有你看看波羅的海BDI指數上 其實仍然在高位3,800多點 其實你對比上一個星期 還在說3,300、3,400 接連都好幾天在高位上繼續升 但你看到2343主力做乾散貨 反而股價就好像這一輪就比較落後了 如果大家在搏 它會跟著乾散貨指數繼續升 都算是有少許水位 我覺得因為這一堆 又不是很受國策影響 你看到今天跌成四五八點 它都算是硬正 也不是有很大的跌幅 甚至現在都在平收 所以可以短暫留意這一類 這一個獎庭的積物 是一種教材的 這一個獎庭指數